今天的嘉賓,我如何形容他呢? 這個嘉賓首先是一個走廊的天后 這個名稱是當尖無愧 我記得在幾年前在一個公司的年會裏 我唱了其中一首主題曲 歌詞大概是怎樣呢? This was never meant to be 今天很歡迎蘇珊姐姐 你好 你好 這首歌當年我們年會唱的時候 我全場都轟動 這首歌是幫助你作的嗎? 歌詞是我的 曲當然不是我的 因為那次有機會和呂珊一起演唱會 我們的老闆就說 製作特色一點 我現在訂一個月曲給你 製作一些英文詞 因為我自己有作曲的 我說中文詞我未必可以的 你知道文咒是比較難的 他是英文的 可以 馬上就有這個精品了 每次你們的演唱會 這些都是壓軸的 反應非常好 對 有很多人喜歡聽 其實因為 可能 歌詞很划算 對 而且《帝女花》的曲也很好聽 對 所以配合的詞也很特別 OK 我知道蘇珊姐姐你是音樂世家 你不僅是媽媽唱歌 好像你婆婆也唱歌 對 我們家人每個人都懂音樂 所以 OK 那你是怎樣入行的 其實我媽媽因為她唱歌 我婆婆也是對音樂有貢獻 我媽媽來香港唱 跟很多地方 很出名的夜總會 一起跟兄弟姐妹唱歌 但其實那個年代 如果你看回 就算是演戲 好像李小龍那樣 很流行 就找回兄弟姐妹 譬如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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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說 原來有你的 差一個人 旁邊有陣子 叫她上 譬如鄰舍 唱歌也是一樣的 我媽媽說 小女的歌手 來 上去頂著她 這樣入行 初初我和我姐姐一起合唱 以前很流行姊妹花 四五歲 有花燈 燈車 她說 唱一首可笑的歌 我們一起唱歌 但是好像你很懂唱 十種不同語言的歌 我聽過一些YouTube的歌 你懂西班牙的歌 英文那些不用說 最厲害的 國語 語曲 泰文 泰文 像印尼 馬來西亞 十種都懂 都懂一些 日文 韓文 因為我自己喜歡音樂 我就覺得很多朋友 懂得欣賞好音樂 就是沒有言語的界限 就算現在很多韓劇的歌很好聽 以前70年代 很多很流行用日本改編的歌 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沒有言語的界限 我也喜歡 學一下 那你小時候應該是唱英文歌為主 英文歌 國語歌也有 因為我媽媽唱夜總會那時候 或者酒店 那時候是未流行廣東歌 多數是國語歌或者英文 英文當然是我媽媽不用我幫忙 但是國語歌她也要吃一兩首 例如《今天不回家》 那我要幫她翻譯 我媽媽就看英文 他的歌 你自己本身是怎樣進行的 我媽媽就想介紹我 那你在酒廊唱 不是 開始就唱花車 然後到夜總會 我唱 然後就唱酒店 酒店 是的 因為沒有酒廊 我甚至唱過那些 酒樓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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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東城我唱過 那時12歲 我唱過 對場就是蕭峰姐 很開心 我看著她 她的衣服很漂亮 而且我們那時唱酒樓 有飯吃的 她的安排 Crew meal 是很棒的 一圍的 可以看看兄弟姐妹 所以她們有人 舞師 那時海城也有 有 有 對 她會留給我們的 樂師 歌手 唱完酒樓 又唱過酒店 接著又唱過 餐廳 那個難度比較高 為什麼呢 她是我媽媽接的 是 我那時候 不知道她接了這樣的 怎樣說 這樣的派對 是什麼意思 她要你呢 每一張桌子 三個樂師在後面 沒有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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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table to table 這樣唱 因為她是腳這樣爬的 好像Amigo那些 是的 因為我覺得 不是很 不是很享受 第一 沒有咪 要靠實力 第二 因為我們去table to table 例如是Amigo 是的 那些人 因為我的樂師 那些叔叔 就是菲律賓人 是的 他是不會聽中文 好的 那我會聽 是的 那些人在腳趴 有些很有禮貌的 那些 就放下刀叉 就在那裡聽 如果你喜歡的 你可以給我們 提示 我們是分的 我們是分的 四個人分 如果你不給我們 我們也不會有問題 那她有時候就會說 不知為何她要過來 我們都沒有叫她過來 即是她說廣東話 你聽到 很不舒服 因為你年紀輕 你懂得聽 現在年紀大些 或者已經入行那麼久 修圍不同 剛入行 或者唱了幾年了 不懂得欣賞 我聽老闆說 老闆叫我一台一台 你又在那裡這樣說 但你三個在後面的叔叔 不知 Spanish I glad glad 很開心 但我們聽到的 又不是我們要上 明白明白 然後再回到 去Lounge 因為Lounge開始成行了 有時候 One man band 變成了三人 band 然後又之類推 那你就慢慢由酒店 然後酒樓 酒樓 對 然後酒樓 一路下去 那你酒樓的時間 當時應該 香港是最奉盛的時間 是嗎 那時候差不多一天要走多少場 那我就沒有理農姬哥哥那麼厲害 他九場 他九場 我也試過九場 但我只是捱到三個月九場 然後就沒有聲音了 但平均我也有五場 如果不是 是否很早開始 Happy Hour Happy Hour Happy Hour 例如五點 但你龍姬那些唱得很長 原來每個都是九個字 每個都是九個字 但他有本事 第一他開車 是 那他一天氣開城 總之一直唱到 去到凌晨 一兩點 三四點也有 哇 是啊 我有時問他 我問你為什麼 就這樣扔一下 因為你未必有地方拍 那你只有十五分鐘而已 那他最高紀錄就是九尺 但你三個月之後就 挺不順 只是想暈倒 沒有聲音 因為很貧能 我覺得 哎呀錢不是我賺 只可以唱五套或者六套 九套就不可以整天唱九套 很吃力 很辛苦 但那些酒廊 我印象中 就是什麼人等都有 是 你這麼斯文 這麼美女 他會不會有些客人 輕薄一下你 有的 他不會輕薄一下你 他不會輕薄一下你 但是他會 用說話撩你 是的 但是我們走廊 有人看場的 好的 我們有安全的 那麼第一 他不會多手多腳 因為別人會 停止你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自己 上心的 你當然就會 不開心 但是當你習慣了 你就當他在那裡唱歌 不要緊 他喜歡怎樣撩你 也不是 而且也不多時間 九個字唱完 趕著走場 都不會有時間 怎麼給你 怎麼搞 初一開始就不太喜歡 但是 那是遊戲的 那時候是流行的 就由得他怎樣說 或者他喝大了 有時候會有些客人 自己罵客 你撞到我 撞到你 都很習慣 所以 有沒有一些最難忘的遭遇 在唱酒廊的過程中 最難忘就是 去到某個酒廊 叫做海芙 我好記得是海芙 OK 到很大間 不用唱 喔 因為他們的門口 都有 布布炸布土炸Butlan trabal 入門中 還開完 那就已經有家人來 然後要 kal 開了 所以還原著 更 inac� 去哪個酒樓 都是白 因為同行一定會知道 有沒有人傷 這些就是難忘 甚至我沒有看到砍人 即是沒有試過唱唱歌 在下面打架 打架 想打架 沒有打成 不知道 他一說一看到 開始想打 我們的安全 或者我們的樂隊就會說 喂 下台 那我們就在後台 聊天或者走了 因為可能要趕其他場 然後事後就會發 發生什麼事 但通常都很幸運 都很幸運 沒有事 沒有發生過 那你是怎樣進入這個娛樂圈的 由唱《走廊》 不是 然後其實《走廊》 我們很多兄弟姐妹都做得很好 那為什麼會 我之前也有出過唱片 一個compilation 就是很多歌手一起出的 雜錦碟 是的 EMI的百代 有林之祥 她們是Jade 有我 有杜麗莎姐姐 有Top Notes 就是Elisa姐姐 她們全部都有的 我已經出了 是的 70年代我已經出了 但你不是自己的專頂 雜錦碟 之後唱《走廊》 或者唱《酒店》都有 那我就去了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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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流行新加坡 請香港藝術 或者香港樂隊去新加坡 是香港歌手去唱 我也唱了一年 OK 那我回來的時候 有一些好朋友 沒有問我 是 看到TVB 有一個歌唱比賽 是 但你聰明就一定要是專業的歌手 好 就拿了名字 就填了 就不知給很少錢的 不知一百元 也不知多少錢 就 即全部都是職業歌手 一定要 即我是歌手 以前的初伴 一定要 還有 一定要你的走廊 Sponsor 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唱歌Skylink 你一定要簽名 即經理或者誰都可以 證明 即我推薦他 對 不可以第二間 可不可以推薦多個歌 不可以 他可以推薦另一個 但我們歌手就有一個矛盾 我寫Skylink 我不是只唱Skylink 可能你唱九階 譬如這樣說 那別人就不高興 為什麼你寫我 別人的公司 你不寫我 當然如果你輸他 你不在乎 你不絕對 你不經處說 你才inated 你太多了 這個套ohn 我 phones 他們幾間裡 在下個案 她說 她說如果你輸了你不要回來 嘩 是啊 你去成功不去失敗 你說壓力多大 即是壓力也不行 是啊,她說不行 她認為你有冠軍的本錢 但是有壓力的嘛 如果我跟你說你不贏 你不要回來你會不會很害怕 但是Tayman你廢下二百多個對手 是,但很害怕 謝謝你 好,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第二節